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不到20分钟车程的新北市石定区 年轻人口严重外流 让石定的未来看似黯淡 然而这时却有一名青年决定返乡 希望透过搭建公益书屋 改善自己家乡的环境 书屋是为了两个问题所存在的 一个问题是 这边很多小朋友他在学习的资源上面 相对比较亏霸一点 让小朋友可以多学习一点各方面的知识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环境脏乱整洁上的问题 那我是蛮希望是说 小朋友的品格教育上 他可以让环境变得更好 更适合生态环境的发展 除了改善石定农村的环境问题 当地居民也希望透过公益书屋 弥补丹乡学童在教育资源上的不平等 善用书屋里大量的书籍 能让学童们得到许多学校以外的知识 透过教育让石定农村隔以复苏 因为这边很多小孩都是读山上的学校 那相对他的师资啦 一些硬软体设备不是那么的充足 书屋不仅召回年轻人 也召来一群淡江大学的志工 这群志工借由客户辅导 不仅苦力小朋友热爱自己的土地 也培养他们种植蔬果 训练孩子自给自主的能力 书屋这个地方希望他可以自给自主 不靠其他人太多人的募捐或者物资 像是种一些有机蔬菜 借由这一些意卖的方式 来让书屋有一些经费 就是希望把这些爱想爱土地 每一公分的土地都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概念传递给这个村落的 所有的小朋友及其他人 一起爱护这个家乡 透过一群志同道合的志工 萤火虫工艺书 想改善实定环境的梦想 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花莲地区有一个集合在地 有机小农的好市集 八年以来虽然只在周六开市 但是吸引不少民众 以实际的购买 支持自然健康的无毒农业 带您一起去看看 好人多的地方 就会有好事发生 而花莲好市集 就是一个推广花莲在地小农的 有机友善市集 那好市集强调的是 有机友善无毒 在里面 然后下去进入两次 在这里的小农 每个都是使用 有机友善土地的方式种植 精关产量无法达到通路树木 就种植自己喜欢想吃的 众多的就在与别人分享交换 好市集是大家都会想要进来 然后算是一个指标性 对啊 这是怎么讲 是一个好的市集 然后在做好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必须去支持 虽然摆摊是非常辛苦的 每次都很期待来每周六 来这个好市集 来买菜 一定是买一个好健康 好心情 就是如果是自己是很真心的 对大家土地所种出来的东西 其实不需要很卖力的去告诉别人 自然就会有更运动的欣赏力 尽管花莲好市集的规模不是很大 但只要对大自然的新不变 一定会有更多人的加入 出それで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 senior 下 carrying